好 我們這邊可能讓個幫阿嘎上一下麥克風 嗨 阿嘎你好 你好 阿娟姐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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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榮幸榮幸啊 沒有沒有沒有 現場的觀眾朋友們還有媒體大哥大姐們 大家好 所以我剛剛這樣介紹你還可以嗎 可以 說你是網紅十足啊 並且連續12年啊 蟬聯在第一名的位置 太棒了 券都踢不掉 打都打不掉 等一下後面領1450 等一下找我領一下 OK 所以阿嘎你輸到了幾年的時間啦 真的是12年啊 12個年頭了 對 12個年頭 你在這個Youtuber界也算是橫著走的這個大尾 真的真的 算是Youtuber界的余天大哥啦 長青樹的感覺 長青樹來著 可是我聽說你竟然是第一次 有一個這樣公開跟大家見面的機會 第一次喔 真的第一次 而且是第一次進軍好萊塢 是不是 好榮幸喔 而且是主角 主角 各位 我是主角啊 掌聲掌聲 是不是 是主角 蔡阿嘎進軍好萊塢變成男一了啦 男一啊 是不是 所以感覺你剛剛好像蠻chill的齁 很chill 真的很chill 所以要跟大家聊一下啦 因為配音員不是人人能當的喔 真的真的 雖然這個自言自語面對鏡頭你很在行 但是這一次要問一下 進錄音師配音到底感覺怎樣啊 其實蠻困難的 真的很困難 因為其實我是先看過英文版的 我看過飾片 對看完就覺得說哇 太好看了吧 就認真的真的真的 不是說要業配真的 認真覺得好看 對業配這兩個字很熟齁 今天不是廠商跟廠商沒有配合 沒有沒有沒有配合對不對 真實正言 真的很好看 然後我就想我真的可以配瑞的這個角色嗎 對 因為他其實內心系很多 對 他有很多跟內心的對話 然後從自己一個孤單一個人 變成英雄之後又變成團隊 這個心路歷程我配得來嗎 你行嗎 然後我進去就先跟 對怎樣 就是你 非你莫屬 就是我 我當下就說那種片酬可不可以再高一點 所以大家就說 天啊 蔡阿嘎 瑞德這個角色非你莫屬敗倒 就是要我 而且你進度超快 真的真的蠻快 我看到那個腳本厚厚一本 是 一疊 這麼一疊 對然後其實每一句都大概要配個 二三十分鐘 一句 光一句都二三十分鐘 那你還敢說你自己表現很好 哈哈哈哈 明明就有點差 很不錯啦 我就配了大概整整五天 五天的工作天 五個工作天 導演算是覺得蠻不錯的 算很不錯啦 他說沒關係啦 你就錄啦 然後我們有專業的那個 錄音室可以修啦 哈哈哈哈 可以幫你tune一下這樣是不是 對 我等你配到好 大家都不用下班了 了解 但是是一個有趣的過程 很有趣 很有棒 很棒的體驗 但是我聽說這一次 除了這個蔡阿嘎呢 來擔任瑞德的這個角色配音之外呢 欸 有一位來自於亞洲配音界 初出茅庫喔 那個小茅頭啊 對 個人第一次debut 但是聽說他表現非常的出色 叫做蔡陶貴啊 蔡陶貴啊 喔蔡陶貴耶 哇全亞洲最小的配音員 是 他表現怎麼樣啊 他是差強人意啦 還行是不是 還開心啦 他配了多久啊 他配了大概十分鐘就配完了 超厲害的 等一下 你五天 我五天 阿你兒子 不是我主角嘛 你兒子十分鐘 他鳥寶寶啊 他配這個鳥寶寶嘛 我主角啊 親出於藍更勝於藍 真的厲害啊 對啊 而且他的小小 那時候配的時候他才十個多月大而已 喔 對那時候他剛會講一些 爸爸媽媽 好不好 叫你貓咪咪 喵咪咪咪咪咪 technical effectively就可以進來配eu 所以你經紀人的姿態 Fusion 這個小子滿有プotential的 滿有潛力的 算是靠爸一組啦 沒有啦 算是人說來語入均瞻啦 真的 陸君詹啦 對 所以呢提到過 欸 真是不只你配音了 兒子蔡桃蔚加入鳥寶寶的配音 進來 進來 聽說連太太都來啦 太太都來 欸 蔡 李伯都來喔 李伯都來 李伯配什麼角色 李伯裡面配一個瘋狂的鳥姐姐 喔 就是跟我聯誼的一個對象 非常的瘋狂 了解 所以你知道 配音的那個房間都小小的 對 那你跟這個李伯兩個人關在那個小房間裡面 有重新燃起愛火嗎 不是 我跟他關在裡面 是導演跟他關在裡面 所以你在外面看 對 我不知道你們在幹什麼東西 喔 是喔 然後他們影影啊 喔 影影啊 怪怪的 他超high的 我沒看過李伯那麼high 他在裡面超high的 所以你現在心情有點不開心 我好像變成豬大王綠綠的了 哈哈哈哈 怎麼好像綠綠的 你這樣子指控李伯 你不覺得背後涼涼了嗎 沒有 他應該沒有來吧 我不知道欸 應該沒有來 你回家小心點喔 導演帥帥的啊 對 導演帥帥的 然後李伯美美的 對 然後我年紀也大 體力也大不足從前這樣 你不用那麼老實啦 不要啦 我們在回家觀賞 不用那麼老實啦 不要講這些啦 了解 但這一次這個瑞德在裡面 聽說你很糟糕欸 喔 怎麼了 你在裡面竟然婚內出軌 我沒有婚內出軌啊 各位蔡阿嘎在電影當中 他背著李伯跟別的鳥 弄啊弄 不是啦 不是啦 沒來演去啦 沒來演去 譚念愛 你稍微修飾一下 對啦 對對對 好像怪怪的 譚念愛 你這樣對嗎 還到處去聯誼 喔 先聯誼 回來 然後再跟裡面的 新的角色 譜出一段 唉唷 戀情這樣 唉唷 不好說不好說啦 對 我本來以為 英雄片有沒有 冒險 對 沒想到還有一些戀愛的元素 粉紅的泡泡 好害羞 喔 你好棒喔 我在拍那裡面的那段的時候 我特別興奮 喔 特別興奮 就立刻跟電影公司說 感謝你幫我加了這個粉紅的戲 對 感謝感謝 但這一次我覺得 這個電影當中很厲害的是呢 除了有你之外呢 還有很多其他的配音大明星 來一起客串 對對對 我們來拿一下 來 我的那個小助理 請到台上來 唉唷 對 請你幫他們點評一下好不好 點評一下 好 沒有問題 評分一下 評分 對 這一次呢 當中參與配音的還有 登登 唉唷 陳惠玲喔 阿杜 阿杜 北極雪 北極雪 不是啦 李柯太太啊 對 他有配耶 他有配 說一下他的角色 對 他的印象應該就是 非常的厭世 嗨啦 好不好 是李柯太太 面攤 對 他怎麼配音呢 對不對 其實他裡面有突破性的演出 他配的時候我沒有在現場 但有看那個花絮 喔 是 哇 整個被那個人 嗨 大家好 我是什麼的 好活潑喔 我傻眼耶 欸 不過其實大家不知道他 私底下就是這個樣子 喔 劍談啦 對對對 其實還滿好玩的 OK 所以他把私底下的一面 在電影裡面展現給大家看 感覺阿嘎對於這個李柯太太的表現 讚譽有加喔 對 很棒很棒 那我們來看一下 還有誰也一起來這邊助陣 好 除了還有這個人 誰誰誰 Dun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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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uncan平常都不露臉的啊 Duncan他這樣會講話喔 我平常看他不是還長著黑白的人這樣 會啦會啦會啦 Duncan我其實剛剛認識更久 喔 認識應該有六七年的時間了 對 他的聲音非常有磁性 好聽 其實比我好聽 我其實有點嚇一跳 我還本來以為那個主角的地位會被他搶走 威脅 對 結果還好還好 他配了一個博士的角色 喔 博士 非常適合他 OK 可能大部分的朋友都沒有聽過他真實的聲音 對 對 所以可以期待一下 可以去裡面搜尋一下博士的聲音 對 OK 還有一個人就是 他誰 喔 李伯啦 啊 李伯啦 李伯就封一個 配一個小雜貓的那個 不是啦 配一個很瘋狂的 你注意一下講話 阿唔回家要跪算盤喔 對 鳥姐姐表現得怎麼樣 哇 跟螢幕上的形象又是天壤之別 大家會覺得他螢幕上的 溫溫如雅 很賢淑的一個賢內住 沒有 你絕對看完電影不知道李伯配哪一句 我可以這樣講 找不到就對了 對 那就表示厲害了 OK 完全 出乎意料 跳脫角色 沒錯 OK 李伯 還有呢 最後一個人 有誰呢 陶貴 這張也太可愛了吧 可愛捏 陶貴 陶貴 對 配一個鳥寶寶的角色 對 雖然十分鐘配完 但那個萌音 喔 那實在太萌了 喔 看你這樣感覺還 一直在回味是不是 太萌了 太萌了 太可愛了 融化大家 融化 這四個大明星 阿嘎 殘酷的事情來了 怎麼了 這四個人 我們一定要請你在台上做出抉擇 抉擇要取誰 排名 排名是不是 誰表現最好 你認為他有機會跟你在一起挑戰下一集 第三集還可以一起配音的嗎 我跟你講我只分兩個名次 第三個並列第二名 並列的 對我只選一個第一名的 好 好 我只有第一 來 你知道婚姻很難經營大家 是吧 我明白 我的那個財產都是老婆在管 了解 對嗎 等於 還做會睡做會 別人開玩笑 全世界配最好的 當然是我們李北 掌聲鼓勵 謝謝 喔耶 你真的很會做人 不是啦 剛剛前面一直攻擊李北 後面趕快圓徽來說 不做其他人選 非李北莫屬 配得太好了 比我還好啊 太厲害了 太厲害了 全世界第一名 所以 你第二啦 沒有我第七名 喔你第七 所以呢我們這個在 YouTuber就是 第二集 憤怒鳥玩電影2當中呢 蔡阿嘎認為配得最好的 第一名就是李北 就是李北 太好了順利解套 回家不用跪主機板了 對對對 不用跪主機板 因為我們馬上就要來歡迎今天 憤怒鳥玩電影2的 特別來賓 神秘嘉賓 請大家掌聲就是 掌聲就是歡迎我們的人氣配音員 歡迎李北跟蔡桃貴 耶 李北 蔡桃貴